好,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小會取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 裝滿水後,秤得的質量是300克 那我們知道這個水的密度是1 好,然後現在 再將此杯子裝滿酒精 就把水倒掉以後,裝滿酒精 密度是0.8 秤得的質量是280 他問這個杯子的質量是多少 杯子的質量假設是m 還有他說 最多可裝滿多少液體 這個容積叫做v0 我們先來看這個300克等於多少 等於這個杯子的質量m 加上水的質量 水的密度是1 再乘以v0 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300克 再來我們看這個 這個的話呢 杯子的質量是m 酒精的質量是多少呢 是0.8 那乘以v0 這個等於280公克 好,那我們現在要解v0呢 跟m 我現在給它減下來 減下來的話 減下來的話就是 0.2嘛 1-0.8就0.2 0.2v0 等於20 所以v0等於多少 等於100 100呢 這個CC 立方公分 那m等於多少 m呢 就等於300 100 減多少 Vinny 100 100 100 所以呢 這個是200克 200克 也就是說 這個容積是100 這個呢 杯子的質量是200 1 2 3 2 5 6 5